最重要任何一场大选 它最重要的是选战策略 而不是专搞一些小专书 在那边专来专去 然后突然提一个耐打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词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各位有没有发现 国民党是一个很有趣的政党 他说这个大会参选人要符合什么耐打 就是以所谓张善政为一个例子 说耐打事实上 国民党说参选人要耐打 真的我也是摇头而叹 为什么讲摇头而叹 我过去在网络平台跟视频上面 我都讲过 身为一个候选人 你要有四种特质 第一个耐烦 第二个耐操 第三个耐打 那第四个耐骂 就是说候选人要有这四个特质 为什么 因为从2000年 我从陈水扁身上看到了 这个四个特质 耐烦 所谓耐烦就是选与紧张的时候 他还气定神闲 知道下一步他应该怎么走 这叫做耐烦 千万不能够为了选举的战术而干扰到了选举的策略 这个是要耐烦 耐操 就是说一天的行程 只有多没有少 所谓只有多没有少 各位要理解到 一个候选人的行程 至少跟马英九一样 可以排到28个 那他排到28个 他不是毫无来由的排 而是说他要拜访重要的装脚跟精神 所以一个候选人一天有28个行程 还包含大型的造势 可以说 一番操作下来 你会练成了无敌金刚 所以候选人他首要的特质 先是耐烦 耐操 然后接着才是耐打 那所谓的耐打 我过去举了高宏安这个例子 我也举了张善政这个例子 高宏安也好 张善政也好 不论民进党动员党政军特的力量 对付高宏安 那高宏安一一回驳 然后有大将之风 这个叫做耐打 这个叫做耐打 就是说当你对手攻击你的时候 你还能够不倒 成为一个不倒翁 你就占尽了先机 那最后是耐骂 就是说不管别人如何刺激你 如何骂你 你可以轻松很幽默的去化解 向我举一个例 大家一听那就知道 就是说在2000年连赞宋楚瑜跟陈水扁 三强鼎立的时候 有人讲 弃乘宝连 弃陈水扁宝连赞 弃乘宝连 阿扁就说去问宋楚瑜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用一个很轻松的态势 弃乘宝连 他说你去问宋楚瑜 那大家问说 为什么问那个宋楚瑜 阿扁就讲了一则笑话 这则笑话很好听 他说 得利者当然知道要弃乘宝连 他说得利者当然知道弃乘宝连 那你去问宋楚瑜 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那大家就跑去问宋楚瑜 你对于弃乘宝连 用连赞来当选你的意见 结果宋楚瑜讲了一句话 他说去问黄润忠 弃陈宝连 就是抛弃隐心陈宝连 那个人叫黄润忠 那宋楚瑜讲 你去问黄润忠 那听的记者一头雾水 事后议会的哈哈大笑 他讲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在选举高手过招的时候 耐骂不是对骂 耐骂你要轻松的话 而不是一本正经的去谈这件事 那那个时候阿扁跟宋楚瑜都有化解的本事 所以我提大会参选人要有这四项特质 耐烦耐操耐打耐骂 结果没有想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国民党看了我的视频 那我不知道 那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就把耐打列为提名征招的一个指标 那你说国民党那你真气一点好不好 人家讲的是四项 你说要耐打 那你耐烦耐操耐骂 那你怎么解决 所以国民党现在 他虽然搞选举搞了那么久都到现在都没进入状况 尤其是这些幕僚 事实上各位仔细去看 现在传出对国民党所有不利的消息 都是他党内自己讲 选册会三天 中央提名小组无疾而终 都是那你国民党 中常会通过的案子 全部无疾而终 就是换句话说 国民党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问题来了 你说候选人耐打 那我想请问韩国瑜不耐打吗 韩国瑜参加过大选 马英九也参加过大选 李朱立伦也参加过大选 但是这三个人里面 真正能够耐打的是谁 马英九第一 韩国瑜第二 然后朱立伦就不必提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趋向里面去看 你光提耐打 但是你看看高宏安 耐操耐帆耐打耐骂 他都沉得住气 可以迅速的反驳 你国民党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实力吗 就是说国民党现在 真的是不生气 就是我们在上面评论的 我们在上面讲的 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所谓的一定道理 都已经把例子通通取了出来了 坦白说国民党内耐烦 耐操耐打跟耐骂的是一个人 这个人只有卢秀燕文 那其他都不适合 其他真的不适合 张善政只是耐打而已 但是张善政的赢 很多人认为是朱立伦的功劳 事实上如果不是民进党内部发生那么多的事 张善政想要赢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确确的说 如果那个时候你看事先的民调 国民党所有的候选人都赢不过 郑文燦的接班人 林志坚跟郑运鹏通通敌不过 但是到中期以后 就是民进党自己犯错 就是说民进党自己去抹红张善政 而张善政跟中国大陆关系并不密切 郑运鹏反而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 这件事影响选民的观感 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到 朱立伦一直想要复制所谓张善政的经验 但是事实上可以这么说 如果不是民进党是一系独大 这个阴系独大的话 民进党还是在野党的话 他不会败的那么惨 然而我们现在话说回来 一个县市长你可以说耐烦耐操耐打 可是一个大选 那个叫做万箭穿新的选举 这种万箭穿新的选举 坦白说 好 这些特质都不够 未来的大选大概只有 第一个两岸关系 第二个美台关系 然后第三个台湾经济 只有这三支界 确确的说 两岸关系弄不好 经济关系跟美台关系不用谈了 就是说台湾绝对会受到重重限制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民党还在谈战术 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国民党 最重要任何一场大选 他最重要的是选战策略 而不是专搞一些小战术 在那边钻来钻去钻来钻去 然后突然提一个耐打 有人跟我讲 不是那你张有华提的吗 我说是我提的 可是我讲的是四个 我说耐烦耐操耐打耐骂 那你们只要一个 我说那你怎么可能打得赢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国民党到现在对于大选 大魏之身还没有准备好